我替胡志昌问一下238广汽 他6.6买入的,一直持续 想问一下股价还有没有机会再上升 其实这一期因为整个行业就差一点 但他也有出到第一季业势 正利润同比也有增长近三成 但是广汽如果是那个 那个比较上 你见他全部的数据就不是差 但这几年他是大落后的 因为他的 增长前景就没有其他那几间是那么亮眼 如果中资车股也是受损比亚迪 所以我就未必会去选择一些追落后的 但你如果已经有货 你现在可以看会不会有机会上到50天线 6.8左右 还有大约是6.8左右 其实这个未必是目标 是阻力 暂时看 如果这里上去才可以看有没有机会 暂时来说就上面是看着 6.8 那这些也是 比较下行走势的股份 如果下面的防守位 就是止据位 你可以放6.16 和5.5 这里两个止据位 5.4 5.1 5.5 5.5 5.5